金融危機正在中國爆發 臨界點可能在過年後 此把名副譴責中共不善 華灣應該停止去大陸的旅遊團 武漢栽民說 全靠民眾送的熱水和積食麵才得以存活 加州華人工程師涉嫌偷涉美國導彈技術被捕 謝田說趁著中共救市趕緊拋售股票 《乾淨世界》和Youtube的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2月8日星期四 歡迎收看《越南新聞》我是王曉祥 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中共國家隊出手 A股7號繼續翻紅 主要股指繼續上漲 然而這只是表面現象 背後的真相令人擔憂 中共政監會由6號起出台 諸多限制做空的措施 市場傳出消息說 政府根本就是禁止機構賣出 用這種拔網線的方式救市 但就害慘了股票機構 微信流傳一篇文章 講述一家私募機構 鑑生被逼死在股市的經歷 文章作者憑經驗意識到 大盤走勢不對勞 到了必須平倉交改時 但它在關鍵時刻被禁止賣出 文章說 一月的最後一個交易日 開始風格突變 在小票集體暴跌的那一天 券商關閉了我們DMA子基金的賣出權限 給出的理由是 監管窗口指導 限制減倉 無法賣出 無法贖回 這是我一生也無法忘記的 置暗時刻 我們做基金這麼久 還是第一次碰到這種情況 同券商反覆交涉上賣出 但是 券商強制關停了我們的賣出權限 每天只允許賣出一點點 一度額度 就立刻從遠程中端下滲到我們的帳戶 好幾頁的廢單記錄都保存在我們的電腦中 但就欲哭無慮 我可以接受所有因我的能力不足 判斷錯誤導致的虧損 但我實在無法接受 都2024年了 監管和券商 都能使我的賣出件 變成無法按動的灰色 基金經理的命不是命 我們不是唯一的受害者 無數的DMA基金 一夜暴虧 40%甚至50%以上 那麼多投資人的權益不值得被保護嗎 這篇文章作者負責的私募機構 強行被官方禁令逼死在股市 這兩天有類似遭遇 因為不能賣出而被逼死的機構 不計其數 中共就是以這個為代價進行股市維穩 大盤表面翻紅 但背後的危機不僅沒有解除 反而因為無數人傾家蕩產 而被深化 財經數據庫7日發文說 將沒有效用的政策偽裝成真正的行動 這才是最可怕的 看上去政策頻出 實際上錯失了拯救經濟的黃金窗口 一旦流動性收縮 跨過某一個臨界點 社會分工就會突然解體 會瞬間出現民間債務違約 企業倒閉 大規模失業 並由此引發廣泛的社會動盪 這個臨界點來得比我們想像得更快 最壞的可能就是中國新年之後 財經數據庫還轉發一段職業投資人 貝洛斯對中國股市債市的分析 開篇就說中國金融危機正在爆發 貝洛斯表示不單是A股崩盤 中國國債收益率 也在6日繼續創壓力時升低 如果說股市省戶很多 情緒化嚴重 又有絕容資槓桿等問題 單獨並不一定說明危機到來的話 那債市作為巨大的機構市場 專業人事交易的地方 也同時顯示危機正在進行 這種用億萬資金交易出的重大信號 就不容忽略 很多人錯誤地認為 股市繼續暴跌會導致金融危機 實際正好相反 經濟金融危機已經爆發 債市早就先知先覺 只是剛剛才反映到股市 貝洛斯判斷說 從目前看 無論房市、股市、債市 都還未到極端的程度 離危機結束還有很遠很遠的距離 危機已經是進行時 剛剛開始 臺灣政府交通部觀光署2月7日宣布 停止組團去中國大陸觀光旅遊 因為北京至今沒有允許中國旅遊團來臺灣 而且擅自改變臺灣海峽的飛行航線 臺灣觀光署說 出發日期定是3月1日至5月31日期間的旅遊團 仍可以出團 但是臺灣旅行社 不能再組團到大陸旅行了 路透社報導說 在疫情過後 中共允許國民前往很多旅遊目的地觀光 包括美國、日本、南韓、澳洲等國家 但是沒有恢復對臺灣的旅遊 那麼臺灣觀光署突然中指組團到大陸旅行 是否代表兩岸關係惡化呢? 帶著這個問題 希望之聲記者8日採訪了日本曾經新聞 台北支局長慈坂明夫 他說 台灣政府應該判斷說 現在開放可能負面的效果影響會更大 所以才做了這樣一個動作 原因當然就是 最近對台灣不友善的舉動非常多 所以在這種綜合的考量上 我覺得台灣政府停了 也是表示台灣的一種態度 不能是中國對台灣一直不友善 但是台灣一直對中國友善 這樣就不平等了 如果今後兩岸關係緊張繼續升級 可能各方面會加碼 中國有很大的市場 中國旅遊這個項目被停 對台灣旅遊業的衝擊應該是挺大的 但是台灣現在旅遊業並不僅是中國 這幾年一直對日本的旅遊是很旺的 我想很多旅遊業者已經開始漸漸轉型 另外此版名夫也列舉了 中共對台灣一系列的打擊和滲透活動 M530航線是一個非常明顯的對台灣 不友善的舉動 不僅如此 例如張魯魯滑走 軍機擾台一直沒有停 中國的大陸客台灣團 也一直沒有回應台灣的善意 還有台灣選舉期間 中共用各種方法 組織台灣的里長訪問中國 中國負擔很多旅遊費用 想影響台灣的選舉 還有八旗出版社的負冊 在中國莫名其妙地被捉 澳洲籍的助家楊恆軍被判處死緩 等一連串中國的動作 令台灣政府判斷 台灣人去中國風險是提高 而且無論是負冊案 還是楊恆軍案 都完全是一個不公開不透明的方式 出現這種事當然是政府要負責的 中國暴雪洞雨 導致湖南湖北高速公路塞車幾百公里 網傳有部分地段已經連塞五天 大量被塞車的旅客紛紛發影片求救 自稱在冰雪當中被圍困兩三天 又冷又餓 很多網民建議汽車逃命要緊 等通車載回來 對於這次災禍 希望之聲記者8號採訪了武漢居民王先生 他說沒有看到政府為災民做什麼 反而感謝當地百姓送來的熱水 即食麵救了災民的命 武漢向西到荊州移昌方向 困了三日三夜 高速公路走不動 有民眾去送小吃 方便麵開水了 送的可能價錢都比平時貴 例如方便麵平時在小賣部 5元一碗 但是人家冰天雪地送過去 可能要10元 如果不送的話 三日三夜人都餓死了 車上有什麼? 不塞車的話 一個小時就可以到家 他做什麼要帶食的在車上呢? 所以就全靠村民送去高速公路 一杯水5元一碗麵10元左右 升了一倍價錢幫你錄好的 網友哀嘆 無能不作為的政府一團亂 不要以為有屋有車你就不會成為難民 網民紛紛控訴中共官方的無能和不作為 這些根本就是 事先用雪鹽就能解決的問題 還有人質疑 當地凍雨暴雪都有天氣預報 當局為何不事先提醒回鄉的旅客? 網傳影片顯示 許多地方政府只是在這裡組織隨雪鬚 各種擺拍不斷激發網民的怒火 荊州市官方還宣稱 組織1萬2千名黨員 用鐵鏟清除了9.3公里的冰雪 網民痛斥 買幾輛鏟雪車都這麼難嗎? 另外 黃先生就請大家放心 天氣已經轉暖 災情緩解了 不過通過這件事 也能夠看清楚中共政府不值得信賴 應該是由7日下午開始 陸續就通車了 因為天氣一暖 氣溫回升得快 8日就很暖和 冰雪基本上就化到差不多了 美國司法部7日宣布 6日拘捕了南加州一家公司的工程師 他被指控偷攝了美國政府開發的探測核導彈發射 並跟蹤彈道導彈和高超音速導彈的技術 美國司法部強調 工神光攝取的技術 將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危險 工神光被指盜攝商業秘密的刑事犯罪 根據公布的法庭文件 工神光在去年短暫的任職期間 從他工作的洛杉磯地區 一家研發公司向自己家用設備 轉移了3,600多份文件 工神光轉移的文件包括 設計用於天璣系統的複雜 紅外傳感器的藍圖 這個技術用於探測核導彈發射和跟蹤 彈道導彈和高超音速導彈 還有使美國軍用飛機能探測來襲的熱追蹤導彈 並採取對策的傳感器藍圖等 洛杉磯聯邦檢察官馬丁·艾斯特拉達表示 工神光攝取了美國的商業機密 被使徒為中共提供信息 以協助共軍的發展 根據法庭文件顯示 57歲的工神光出生在中國 2011年成為美國公民 由2014年開始 工神光就積極參與中共政府的人才計劃 聯邦調查局洛杉磯分局主管助理局長唐納德·艾爾維華 任何想攝取美國企業信息的人 都將受到法律的制裁 盜涉商業機密罪最高可判處10年監禁 中國股市近期年年下跌 彭博社6日透露 習近平聽取中共監管機構 關於金融市場的簡報 6日至7日外國投資者通過股票通 買入了超過135億元人民幣的中國股票 創下今年以來最大的單日淨買入量 中國國有基金中央匯金投資表示 已擴大交易所交易基金的投資範圍 並將會進一步增加這類投資 顯然北京當局出動國家隊聯手舊市 6日A股有所反彈 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 8日對希望之聲說 習近平親自干預 表明中國股市危機已經對中共政權 是一個挑戰性的威脅 這些手段實際上會有暫時的效果 但是長遠的話肯定是要破滅 他說當然我們知道中共有兩個做法 一個是調動這些國企在海外分佈的資金回來 購買中國股票來投資 這些資金一旦注入的話 當然會將這個價格抬升一些 另外在中國內部 我們看到報道說 他直接要求這些機構投資者 使賣股票的按鈕不運作 換句話說這些大的機構投資者 沒有辦法拋售股票 不讓你賣 必須持有或必須再購買 這個簡直是荒唐的 當然它就可以維持股票 但是這兩個方法效果會有限 現在股市反彈回到2,800點 但實際上造成中國股市下跌的真正原因 是中國經濟低迷、經濟衰退、企業倒閉、 企業盈利前景不佳 這些都沒有實質上的改變 2023年當美國標普500指數 多次創下歷史新功 美國、日本、印度的股市 紛紛提升的時候 中國股市就走了截然相反的路 對此謝田說 之前上一次中國股市崩盤的時候 很多西方股票市場也跟著受到影響 也跟著下跌 原因當時是中國經濟和西方 實際上是連在一起的 這是五年前、十年前的事 但現在中國經濟和世界脫勾 外資撤出 當然那邊發生什麼事 跟這邊就沒有什麼關係了 正如有人所說 中國的網際網絡就是一個區域網 中國經濟也是一個區域的經濟 它對世界影響不大 那麼世界也不會受它的影響 有分析指 去年7月1日實施的反間諜法 外國諮詢公司 余海盛容英、美思明、貝欣諮詢公司等 都受到中共國安調查 令外商擔憂是中國經商的人身安全 亦減少了到中國投資的意願 借田建議中國的股民放棄對中共的幻想 親住中共舊市 趕緊拋售股票 不要再購買 中共如果想吸引外資的話 必須要與外界的資本聯繫起來 聯繫起來的話 必須要開放、要透明 因為人們要知道這些錢 去了哪裡 知道資金市場、貨幣市場 和債券市場的動向 沒有這個透明度的話 其實資本是不可能流過去的 因為資本是最有流動性的 它如果一旦發現不透明的話 就意味著有黑箱作業 有政府干預、有風險 它就不會向那裡流了 現在中共又想得到外資的好處 又不敢將它安裝的那些伎倆被人知道 換句話說 它現在實際上就是一種土匪的雜性 叫搶錢和偷錢 搶錢和偷錢的人 當然不願意被曝光 所以這個實際上是智商矛盾 只要真正想進入 國際金融市場的話 中共這個做法肯定行不通 我們就可以看到 我們就知道 我們有一個資料 建議的民主 但是我們就在你 是一個資料 就會知道 大家知道 我們也知道 的財政 簡直 我們不可以接受 我們有一個資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